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9月外汇储备减450亿 创7个月最大跌幅 黄金周假期旅游恢复 但经济总趋势疲软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以巴硝烟再起 哈马斯发动突袭 以色列宣布开战 综合媒体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昨天无预警大规模火箭攻击以色列 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杀害平民 俘虏数十名以色列军官和士兵 导致以色列宣布开战 以色列继雷霆手段铁剑行动战机轰炸加撒走廊 双方均死伤严重 现在社交媒体陆续流出 以色列军队轰炸相关画面 空袭爆炸近在直迟 无论军民均遭战火波及 性命危在旦夕 哈马斯攻击发生不久后 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以色列空军宣布已出动数十架战机攻击哈马斯在加撒走廊的数个据点 发动铁剑行动针对强力反击 而在推特上流出的战机轰炸攻击影像中 清晰可见多颗一闪及时的导弹 从高空中高速坠落地面 命中加撒走廊一处大楼建筑物底部 产生剧烈爆炸 最终导致整栋大楼坍塌的画面 伤亡难以估计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赫克特告诉媒体记者 目前我们仍在22个地点 从海上陆地和空中 与渗透进入以色列的恐怖分子交战 他还说哈马斯的攻势包括猛烈的地面入侵 以色列虽以雷霆手段怀疑颜色 但军方前发言人指出 哈马斯的偷袭显示 以色列防御系统无法提供平民必要的保护 这是以色列的珍珠港事件 整个防御系统失败了 目前双方仍陷于激烈强战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声称 以色列方面已有超过300人死亡 1800人受伤 另有100人遭到俘罗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则称 巴人有313人死亡 1788人受伤 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 这并非以色列官方发布的讯息 暂时不清楚统计数字由何而来 巴勒斯坦卫生部则说 过去24小时已有313名巴人死于以色列空袭 包括20名儿童 另有1788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则表示 已经把加撒地区426个攻击目标移平 另有400名巴勒斯坦人遭击 社交网站可见加撒走廊地区 有多间建筑物遭受攻击的影片 但当地官方公布的讯息有限 消息指加撒地区有些平民跑到医院 躲避炮火攻击 以色列则说 他们会把加撒地区的以色列公民撤离 以巴开战已超过24小时 BBC报道指加撒地区仍不断听见爆炸声响 以色列方面已切断加撒走廊的水电供应 主要连接网机网络设备所在的大楼也遭到轰炸 哈马斯消息人士说 双方仍在激战中 另一方面 中央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向以色列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手段 拜登今天谴责哈马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攻击 并誓言将会确保美国重要盟友具备自卫能力 拜登形容这波攻击非常吓人 表示他已与以色列总理斯坦尼亚胡通话 并强调美国准备提供所有适当支援方式 拜登警告 美国反对以色列的任何敌对方 利用这种情况来图立自身 拜登强调 美国已向以色列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和人民 恒大红楼曝光多少高官又完蛋 综合媒体报道 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抓 在海内外引发轰动 有关许家印及恒大帝国的诸多密文如潮涌现 目前最吸人眼球的可能是恒大美女歌舞团和总部神秘的42层 外界称之为恒大红楼 有分析指出 和此前不断曝光的接待中共权贵的会所一样 恒大红楼也会对前来玩乐的中共官员偷偷录音录像 作为要挟的证据 习近平当局可能趁着收拾许家印 缴获了恒大红楼的秘密武器 这次许家印不知又会把多少中共官员拖下谁 据报道 2022年1月10号 恒大正式公告 退租卓越后海中心 总部搬回广州 直到此次搬离时 恒大深圳总部第42楼的会所才被曝光 由于会所保密严格 少有图片和视频流出 据墙内自媒体披露 恒大深圳总部一般人只能上到40层 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会议室 专门用来接待省市级领导 第41层有餐厅、茶室、健身房和KTV 许家印常在那里宴请一些特殊的客人 第42层就是秘密会所 即便是恒大内部 有权上41层、42层的人并不多 除了许家印自己出入的都是总裁办、商务办的年轻女子 此外 许家印还养了一只美女歌舞团 而且所有入选的女演员 最后一关要由许家印亲自面世 许家印喜欢独自到42层会所 喝着红酒欣赏歌舞团的表演 网上流出一张照片 许家印在唱歌身边有一美女作陪 是歌舞团的团长白珊珊 据说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曾特意去过一次42楼 最终是黑着脸出来的 海外时评人士杜正最新撰文分析 恒大总部42层秘密会所是远比赖昌星当年的红楼高档的多的恒大红楼 许多接待中共权贵的高档会所被曝光 会偷偷录音录像作为要挟官员的证据 恒大红楼或许也有这样的安排 许家印被抓后 习近平通过掌管中纪委的亲信李希 可能早已经查抄了红楼的监控录像 许家印不知把多少中共官员脱下了谁 文章分析 许家印之所以能把恒大做成中国地产商的龙头企业 传闻他的后台包括江派曾庆红 曾庆怀兄弟和贾庆林家族 此外 许家印更多的是结交省部级的封疆大力 这一类场所往往由民企开设 一是因为国企可能被盯得紧 官员腐败需要找到安全通道 二是因为在国进民退的政治风向下 民企发展艰难 需要攀附权贵拿项目 所以会想各种办法讨好各级手中有权的官员 对于有把柄烙在许家印手里的中共官员们而言 自然都在盼着许家印早点完蛋 文章最后写道 如此 日后如果许家印被官方通报开除党籍 扣上搞钱色交易 拉拢党内腐败官员 政治品行极为卑劣 投机钻营 甚至更罕见罪名也不奇怪 此前 中共官媒曾披露多家私人会所黑幕 最早的是福建富商赖昌兴的厦门红楼 1999年 涉案530亿元人民币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引爆 位于厦门华光路的红楼内幕也随之曝光 红楼因此成为高官权贵淫乱场所的代名词 中国刺激房市失灵 十一成交年减两成 据中央社报道 尽管中国官方接连推出刺激房市政策 但传统旺季金酒银食迄今销售未见起色 继9月新屋成交面积下跌两成 10月开局的十一假期 35个代表城市日均成交面积 仍较去年同期下跌了17% 综合中心经委封口财经报道 中国多地9月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 超过175次刷新历史记录 主因18月底9月初 各地开始贯彻中央寄出的认房不认贷 以及全面取消限购 不过中指研究院今天发布报告指出 9月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好转 政策效果出现 但全国市场销售规模仍处低位 9月重点100成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虽比上月增长超过一成 但年减于两成 绝对规模仍处于近几年同期较低水平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 11假期35个代表城市日均成交面积较去年下跌17% 较疫情前2019年的11假期下跌了24% 中指研究院指出 考虑到目前市场恢复上不明显 短期内核心城市供需两端 支持政策或将继续发力 以助力市场加快恢复 若政策持续优化到位 同时随着置换改善需求逐渐入市 第四季核心城市市场有望其稳 而普通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市场修复 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 研究机构克尔瑞的数据显示 9月前百大房企共计销售金额人民币4042.7亿元 创下5年来的最低值年减近30% 桌阁找房的大数据也显示 9月重点20城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7万1463间 仅比8月小涨4.5% 比去年同期下跌14.4% 这些数据再在显示 金九成色不足 仅有少数城市增加一些成交量 却引发大量二手房降价求售 饮食平淡开局 显示观望气氛浓厚 报道引述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指出 目前房市出现等政策式的需求研制 这种心态就是如果房价不涨 那就不会买房等等再说 即便是刚需 现在也不是入市的好时机 毕竟利率还会下降 现在买就亏了 报道说这种思维的另一面 就是政策不达预期 既然如此 大家都说楼市不稳就是不断 就一定有新一轮政策在酝酿 在路上当下的策略就是等等 但事实上政策空间眼见在收窄和出顶 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在减弱 即便是大放水 也根本无法达到过去那种火热的行情 李宇佳表示 德国5G网络将剔除华为 据柏林每日警报报道 美国加大了对德国的压力 要求即将中国电信生产商华为和中兴的组件 从5G移动网络中剔除 中国威胁说不会袖手旁观 据德国周日世界报和政治报报道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正在这个问题上向柏林施压 且压力越来越大 报道提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 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威胁说 如果采取这种措施 中国将采取反制措施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技术顾问高尔曼认为 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让德国认识到 在关键基础设施方面 对独裁者的依赖是不可持续的 据明镜周刊报道 德国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 将中兴和华为的中国移动技术排除在外 自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詹森表示 德国政府只有一条决策路径 将华为组件从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剔除 自民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乌尔里·西莱西特 向明镜周刊表示 最终自由优于数字化 绿党政治家也呼吁抵制中方 但据明镜周刊消息 交通和基础设施部对此犹豫不决 人们担心网络可用性会受到限制 但外交部和经济部则欢迎将华为排除在外 各部委现在期望德国总理肖尔茨 就如何对待这两家中国公司做出决定 报道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重申 如果德国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电信网络之外 中方将发出警告 一位发言人向周日世界报表示 如果德国政府真的朝这个方向做出决定 而没有证明中国产品对德国构成安全威胁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美国外交委员会发表报告说 中国去美元化全是瞎扯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经济学家塞瑟最近撰文指出 在不断高调宣传去美元化的同时 北京当局根本就没有放弃美元或美元债 而是在重组其持有的美元资产 北京抛售美国国债的同时 又通过机构债形式不断增持美国债券 他估计2022年和2023年前6个月 北京购近1000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 同时仅卖出了4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随着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北京当局最近高喊去美元化 持续抛售美国国债 然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经济学家塞瑟最新撰文指出 中国并没有放弃美元或美元债 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将外汇存底的美元资产比重降低 应对地缘政治局势升级以及美中经济竞争加剧 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习近平当局确实担心美元武器化和美国金融制裁的冲击波 美国官方数据似乎也显示了这一点 北京持有的美国国债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滑 并在过去18个月进一步降低 尤其市场看扁人民币 若北京动用部分外汇存底支持人民币 提供干预会市的资金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章写道 不过现有证据表明 自2015年以来美元在中国外汇存底所占比重 始终保持稳定 如果对比利时清算机构Euroclear等 离岸托管机构持有的美国国债进行简单调整 北京所报告的美国资产持有量 看起来维持在1.8至1.9万亿美元之间 此外 美国官方数据也未能反映 移交给第三方管理的美国资产持有情况 众所周知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全球债券和对冲基金 以及私募股权公司拥有账户 即使北京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量 减持部位仍远低于其他数据显示的水平 而且以其他形式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有所增加 文章指出 所谓机构债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企业发行 一些最大的发行人是美国支持的企业 例如房利美和房地美 而事实上 北京所持有的美国机构债券一度超过美国国债 尽管在美联储量化宽松时代 中国当局抛售美国国债 但机构债殖利率飙升 也吸引北京重回市场 据赛色估计 2022年和2023年前6个月 北京增持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 同时仅出售了4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过去6年 中国外汇存底唯一有趣的变化就是 转向美国机构债 这导致了北京小幅减持美国国债 这也表明将北京减持美国国债 等同于中国外汇存底中的美国债券 或美元比重降低是错误的解读 显然北京并没有真正打算全面去美元化 中国9月外汇储备减450亿 创7个月最大跌幅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外汇储备连跌两个月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截至9月底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50.70亿美元 较8月底减少450.28亿美元 降幅为1.42% 创下7个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9月底黄金储备为7046万盎司 较8月底增加84万盎司 为连续11个月增加 当月黄金储备对应的美元价值 则按月减少34.36亿美元 至1317.88亿美元 外汇局表示 9月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 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 美汇指数上涨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 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来看下面的报道 黄金周假期旅游恢复 但经济总趋势疲软 据法广报道 2023年为期8天的中国黄金周假期结束 根据中国官方在10月7号的统计显示 中国初入境旅游人数激增 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85% 虽然低于政府希望 不过旅游消费有所回升 显示假日经济的增长 这给担忧中国经济总趋势疲软的政府带来希望 2023年中国旅游黄金周 正逢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显示 中国日平均出入境旅客达到147.7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9% 相当于2019年同期平均旅客人数的85.1% 该局此前估计 黄金周长假期间 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158万人次 中国旅游业首次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水平 中国政府消息指出 这时期的收入为1030亿美元 略高于2019年 最重要的是比2022年的收入高出130% 当时中国仍然实行全球最严格控制 新冠疫情流行的国家 分析指出 由于新冠疫情让中国经济发展从9%下降到3% 疫情结束后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本次黄金周旅游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 不过大部分中国人选择在国内旅游或者回乡休息 中国经济多项指数依然疲软 如国内消费和出口下降 房地产危机 青年人失业率达到2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